本视讯显示如何使用ImageCastX选票标记装置标记和递交选票。 选民选择在投票中心投票,可以选择使用ImageCastX选票标记装置寻找、标记和打印选票。 选民进入投票中心后,由选举官员核对身份并签发激活卡。 激活卡包含基于选民权限的正确选票样式。 卡上不会储存选民识别信息。 选民将激活卡插入ImageCastX选票标记装置上的读卡器获取选票。 在投票过程中,不可将卡取出。 选民可使用屏幕顶部的功能表自定义式图。 点击语言、Language、图示更改显示的语言。 点击文字大小、Text Size。 图示显示更大或更小的文字。 点击、检视、View、图示、调整屏幕的对比度。 要做选择时,点击要选的候选人名字的方格。 选中的候选人旁边将出现勾选记号。 要改变或取消选择。 再次点击候选人取消选择。 然后做出另一个选择。 ImageCastX选择标记装置不允许选民在一个竞选中超额投票。 点击屏幕底部的下一步、Next按钮,即可转到下一个选项。 也可以点击上一步、Previous按钮返回到上一个选项。 如果还有其他候选人,可点击向上滑动、Scroll Up或向下滑动、Scroll Down按钮来浏览候选人姓名。 在候选人名单上,点击自填选项,即可自填候选人。 可使用屏幕键盘输入要选的候选人姓名。 点击接受、Accept按钮。 写入自填候选人。 候选人即在选项中显示。 要检查选票上的选择。 可随时点击屏幕底部的复查、Review按钮。 选票复查会显示选民选票上所有竞选的选择。 警告消息会提示选民投票中的任何问题。 如某个竞选的投票人数不够或没有投票。 点击复查屏幕可直接到该竞选修改任何选择。 一旦对所做的选择感到满意。 点击复查屏幕底部的打印选票、Print Ballot按钮。 在打印前,系统会显示一条最终警告消息, 提示再次检查选票并进行更正。 如果感到满意,确认点按、打印您的选票。 Print Your Ballot按钮。 选票会在投票亭内用ImageCast X。 选票标记装置旁边的选票标记装置打印机打印。 系统会打印出选票。 显示选民的选票选择, 以及ImageCast Central、ICC、扫描仪、应用程式和安全条形码用来统计结果。 选民将其选票放入保密套,并取出ImageCast X激活卡。 然后将激活卡交给选举官员,并将选票放入投票箱。 打印的选票放入投票箱时,即表示已经投票。 投票箱选票的扫描和统计将在中心办公室完成。 选民需将其保密套。 如果使用的话,和激活卡交还给选举官员, 然后才能离开投票中心。 感谢您的投票。